但西方是有的 那么 现在我快 这角度这个是个玻璃 玻璃镜子 那么 这是一个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 那这个眼睛啊 看过去 看过去啊 这里有一个 那个 这里有一个东西 那这边也有一个东西 当你眼睛看过去的时候 看过去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 看到这一颗也看到那一颗 当这个光线透过镜子的时候呢 你在镜子 你在玻璃的时候 在玻璃上面呢 你就可以画 你看到的东西 这个到这个距离 跟这个到这个距离 一样 但是你眼睛看过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 那么这个玻璃上面就看到这个把它画下来 看到那个那个画下来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在这个四平线 在这个四平线 这个是四平线 在四平线上面 你看东西的时候 你看东西的时候 距离指的边缘 越高的 越短的 距离指的边缘 越短的 表示它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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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上缘 越远的 它是比较远的 它是比较远的 好 现在来看下面的 这个是四平线 我现在来看这个 跟看这个 看两个东西 然后它透过这个玻璃 那我们呢 好 这一个是在这里 那一个是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这个 用有玻璃看嘛 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近 那个是远 所以这个呢 是近 这个 比距离 底边的指的边缘 比较 比较短 比较短 这个是近的 那你 你这个 你这个下面这个 比较 长的 比较远 这个比较近的 这个比较短的是近 比较长的是远的 比较长的是远的 所以你在做画的时候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你就要抓住它 所以你在构图的时候 你就 你就容易够 比如说 我现在 我现在 画在一张符上面 我画两只鸟 画两只鸟 好 那么 我画一只鸟 在这里 另外一只鸟 在这里 比较 靠近这个 比较近的 比较短的 比较近 那这个呢 比较长的是比较远 如果反过来 通通以底边来说的话 这个比较长的是近 这个比较短的是远 好 现在来看看 你看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短 这个短 这个呢 长 四平线以下 四平线以下 比较短的是近 四平线以上 比较长的是近 以这个底边做标准 我讲你听懂了 可能通信没有想一想 通通以这个 这个底边的指的边缘来说 在四平线以下 你要画东西的话 这里短的 四平线以下 这个短的是近的 长的是远的 但是如果是四平线以上的话 长的是近的 短的是远的 正好相反 这个构图很重要 这个构图 你如果画一张东西 你画一个 这个也是 以定四平线为 如果我现在 四平线在这里 好 你看啊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短 对不对 长的是比较近 这个短的 比较远 所以短的比较远 所以画两只鸟的时候 画大一点的鸟 你就画高 这个高一点 画小一点的 圆一点的鸟 就画低一点 而且画圆一点的鸟 圆一点的鸟 画低一点 还要小一点 因为它是在圆嘛 反过来 在下面的话 在四平线下面的话 好 你就要 这个是近的 要画大一点 远的 远的在这里 知道 因为你四平线以下 你这样看过去 距离指比较近的 距离指比较短的 是近的 跟指的 底下的指的 那个距离 比较短的 是近的 比较长的 是远的 所以你构图的时候 就要考虑这个 要考虑这个